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80元至590元之间 而除了交通方面的成本 学生是否选择返乡 还有其他考量 哪些因素 我觉得曙光应该就是看我有没有这个时间 那再来就是距离跟车程费用的问题 社团的事情 遇到的报告 截止日之类的 我觉得可能是政治环境吧 你也知道蓝绿二都很严重 投蓝 投绿都一样的话 我就不会想回去投票 为了减轻青年返乡投票的负担 2014年公民组合青年志工团 首次发起青年返乡专车计划 而今年由台湾学生联合会 与各校学生会合作办理 已单程仅180元的票价 期望提升大学生返乡投票的意愿 我们希望在每一场大的选举里面 是可以有更多青年的参与在里头 但返乡专车就是要让大家 有更低廉的成本 回去投下可以决定自己未来的一票 这个是上一次用一个新疆募资金盘 去做的那个募资活动 最后募到的金额是279万 然后募管的对象 我们只会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他真的要买掉 111块的成本 那时候也是111块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 对社会工作是存赞助 那就直接丢钱进来 然后可以给你一些小参与的回馈品 针对青年返乡专车的推行与未来规划 中正大学的学生提出不少建议 台连会也对此做出回应 就可以加开一些班次 给一些比较晚回去的人吧 就是我觉得可以不一定要 就是只发给那些比较大型的县市 像我们宜兰县可能比较偏乡一点 但我还是希望有这个计划 能够到我们宜兰这样 车次的部分的话 第一个就是 抓早一点时间 大家回家之后才会有 大宗交通运输可以达 然后第二个因素是 车行的调度这样子 其实在成本 或者是资金的压力之下 让大家成功地回家 赶不到是一件蛮大的挑战 我们只能把这些分配在最合理 跟最有效率的地方 青年返乡专车计划 指示推动大学生 参与公共事务的其中一环 为了让青年的声音 能被更多人听见 台湾学生联合会 将于日后推动 大学生签户籍计划 并规划与中选会洽谈 将大选时间 与其中期末考错开 期许大学生 能重视手中选票的价值 为自己的未来做出选择 中正一报 严佑安 杜凯如 嘉义民雄报导 嘉义市启治协会 成立于民国79年 除了推动爱新农园计划 今年更迎来了 爱新咖啡房的开幕 曼菲天使们可以在这里 学习如何冲泡咖啡 与客人相处 此外 嘉义市政府 也与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 共同合作 提供身心障碍就业服务 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嘉义市启治协会 于今年10月成立了爱新咖啡房 透过贩卖饮品 包装手工饼干 提供曼菲天使们 学习独一自主的机会 启治炸的孩子 他要有可以启治的机会 启治层来讲算是不多 人家说 如果我们给他鱼吃 不如我们给他钓干 去钓鱼 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咖啡房 那他们可以 第一线可以接触到一个 所谓的人群 那对他们一个自信心也好 对他们一个工作的肯定也好 相对都是属于正面的 在咖啡房 可以看到曼菲天使们 不断地练习冲跑咖啡 并将制作好的饮品 亲自端给客人 这是您的热拿铁 谢谢 不客气 目前最主要的两个部分 就是咖啡的制作 还有前面的花茶的销售 那咖啡的课程是有几位学员 是可以从头到尾完整的泡好 一杯咖啡 然后并出餐给客人这样 那您刚才泡的是什么 如果说我泡的是手冲咖啡 那如果手冲咖啡 你还会泡的是咖啡 拿铁 热拿铁 冰拿铁 每次都有 我们新生的孩子的话就是 学得慢 乱得快 一般人如果学得大概 十次 一百次 我们就可能家庭就熟 但是对一个新生的孩子来讲 他可能他要学一万字 如果说你在隔了一阵子 他们可能又忘了 所以这就是他们要 要一直持续的 的一个挑战 除了民间团体 嘉义市政府也和伊甸基金会合作 提供身心障碍者就业上的协助 我们成立皮肤工厂 那皮肤工厂其实它还是一个 保护性的一个场所 里面会有就业服务员 就是知道 我们的身上者在工作的一些环节上 要怎么去进行 或者是怎么去操作 甚至到人际关心 在皮肤工厂也是可以进行的 培养这样子 我们身心障碍者如果有需要的话 其实都可以跟 嘉义市政府联系 或者是跟我们联系 其实我们都可以协助来去做 一个转介跟一个连接 曼菲天使拥有一颗纯真的心 只要悉心陪伴 用心教导 他们其实也可以把工作完成得很好 别人其实只要对他们一点尊重 就像我们在对平常人一样的 有礼貌跟善待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有很大的认同感 所以无论在何处遇到心理障碍者 其实都可以用一般人 对待一般人的一些基本的礼貌 去对待他们 然后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很善良 也很简单 中正一报 廖继涵 郑慧荣 嘉义市报导 嘉义县布代证菜铺社区的正义国校 因小子化于1991年废校 近年来社区借由农村再生计划 将废弃的校园重新整理 现今校内的空间成为 长辈们活动的场所 未来也规划在校园中设立社区店铺 给予轻农销售管道 废弃校园的重生为菜铺社区注入活力 今天嘉义官布代证菜铺社区的正义国校 缺乎已经30年 现在社区透过的农村再生计划 把国校整理中间 开放和后来的空间 让社区的中卫输用 那我们就想说 既然是大家的共同记忆 大家的文化起点 我们就是从这边开始 这边现在目前都没有学校 没有小朋友 但我们就想说 那就是要照顾老人 人家的这份心 导人家开学这样 正义国校中心开学 菜铺社区提供德国的科 让实际人可以在教室里面的 学习 运动 做手工业 为人口有一面以上 是老人的高兴华社区 主持活力 因为他们其实这个年纪都没有学过书 也没有写过什么字 那我觉得让他们能在这个年纪 还可以学到自己的名字怎么写 我是觉得还不错 那还有教他们写一些数学 比如说加减法这些 让他们可以动头脑 那还有另外是有运动的活动 让他们可以伸展一下自己的身体 然后让自己的肌肉不要那么快的衰退这样 这里怎么吃着就像一样 吃着就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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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就像一样 就像一样 那我们现在吃到 还没在做工作 88吃到 吃到我们就没有学习了 还让他们的教室 除了当做是多人上课的教室以外 未来也有整个不一样的用途 社区不仅仅照顾到是多人的需要 成龙也可以把龙三品放在 厚厚的社区店铺 够一个消息的通路 目前来讲就是说 我们社区就是想说 老人家有依靠以后 把一些青壮人可以回来以后有所续 续就是说可以有续在这边 你不能回来之后没有事业 没有办法生存 当然就丢不住了 那你有办法留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是聚集要办一些产业活化 或者是我们地区的产业 把它活化起来 增加我们的农民的收入 社区的事务 需要社区所有人的共同参与 在找到社医自己社区的独立后 又生亚利用主缘 就可以改变社区 反正他可能会让社区不一样的可怜 中正他没有 紅别河 紅葉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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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嘉义女儿节再次与好和气合作 全园区禁用一次性餐具 并提供石器租借的服务 石器租借的步骤简单 后续清洗流程也遵循政府相关规定 提供民众安全便利的服务 希望藉由石器循环的推行 让更多人将无痕饮食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环保意识逐年提升 不少活动纷纷加入减速的行列 今年嘉义女儿节第五次与好和气合作 规定全园区禁止使用一次性容器 鼓励民众自备环保餐具 或以租借容器的方式替代 用实际行动落实垃圾减量 以市集来讲一定也会有大家喝饮料 或是吃美食的部分 所以在我们策划一些大型的文化艺术市集的时候 就想到要跟他们做一个合作 那这个合作起初 我们很多民众还不是那么习惯 但是后来大家也都慢慢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 对环境共好的一个概念 好和气推动食器循环 以可回收载质 而且容易清洗的PP材质制造循环食器 清洗流程则遵循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的 餐具清洗良好作业指引 并设计A点界、B点环的租借方式 使用完毕后 不需清洗就可以直接拿去回收占规环 希望在外带时提供民众不一样的选择 为什么要循环就是因为现在的一次性的垃圾太多 那它为什么会有一次性垃圾 主要就是因为大家是为了便利 我们就把资源拿来做成东西 然后就把它丢掉 所以依我们团队的角度 就是我们想到的方法是 我们用清洗作为循环的方式 然后让它可以就是重复的被使用 不会那么快就丢掉 如果想将减少一次性容器的使用 变成全民共识 除了环保概念的推广以及政府的政策推行以外 更重要的是每一位消费者和业者的认同与配合 跟很多市集比起来是蛮不方便的 但是主要是他们已经举办了蛮多年了 所以他们的客人基本上都有这个环保的意思 讲坦白话当然还是多少会觉得有点不方便 但是其实这种事情习惯就好了 那客人也是养成习惯啊 就跟现在可能出去没有吸管一样 愿意来这边的摊位都是响应这个理念 然后像有些消费者可能跟我像我这样平常没那么重视 那就一起参与之后 像我这次体验我觉得体验感觉也是蛮好的 有这个摊位会让我觉得 我在使用就是使用餐具这件事情 好像对环境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无痕饮食行动越来越受到重视 但如果想达成全面限制一次性容器的使用 人需要更周全的规划 才能真正落实在日常消费中 中正一报 林永珍 李品轩 嘉义太保报导 国立中正大学艺文中心在学期间 会举办许多艺文活动 其中包括动态活动 静态展览 工作方及讲座 内容十分多元 但学生在接受资讯的方法上 和艺文中心有些落差 需要再多做宣传 以及让学生知道有哪些管道可以获得资讯 从国立中正大学艺文中心提供的数据来看 其举办的相关活动实际参与的人数 与活动地点Corona的人数 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所以艺文中心呼吁校内师生踊跃报名参加 中正大学有看过艺文中心广告宣传的学生 却也少有参与艺文中心活动的经验 而在问到学生不参与的理由 以及影响参与意愿的原因 则有不同的答案 可能时间刚好有办法 只要看内容 有些是因为时间上无法配合 或是没有更详细资讯 也有活动内容吸引力等因素影响 造成前往参与的动力不足 艺文中心表示时间上的问题 比较难解决 因为族群为学生 不像上班族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 每位学生的课程时间不同 很难照顾到所有人 另外艺文中心也提到 如果学生有希望举办的相关活动 也很欢迎经由填写回馈单 私讯粉专及email等方式向中心提议 活动宣传的部分 艺文中心会在校内共同教师大楼 校外书店等地方置植本文宣 也有校门口的电子看板 发送email 以及在FB中正大学学校版上贴文 之后也会参考学生的意见做宣传 部分学生有看过艺文中心的广告宣传 也提出了一些更能受到他们关注的宣传方式 我觉得宿舍、电梯、那边的海报墙 我觉得蛮容易会看到的 可能在中正版上发文 我可能会比较容易看到 不然就那种传单我可能就都不会看 如果抽奖的话可能会想要 中正大学艺文中心 除了其他大学常见的工作方级静态展览 还提供了动态活动及讲座 内容更加多元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珍惜善用资源 中正一报、张伟霆、韩伯熙 中正大学报导 小城咖啡实验计划于11月开始 超过20家独立咖啡店加入 每间店都推出自己研发的嘉义特条影 或是嘉义特制餐食 也在共同主持的店家中办了特展 让没有时间跑完所有店家的民众 也能透过展览去了解所有店家的嘉义特条 以及他们的创作故事 小城咖啡实验计划 串联嘉义当地超过20间独立咖啡店 同时推出带有嘉义本土风味的嘉义特条饮品 即嘉义特制餐点 让民众能够以味蕾体验嘉义的风情 因为饮食就是作为一个正式城市 是非常重要的途径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计划 在各个店家在研发嘉义特制餐食 跟嘉义特条饮品的过程中 就也可以重新去认识 他们身处的这块土地的嘉义的风土文化 然后也可以让就是全国各地来嘉义的游客 他们也可以打开对于嘉义风味的新想像 大家来这里去排队吃阿婆烤玉米 我们觉得这也是嘉义的印象之一 所以我们在玉米的外壳经过设计 中间在包覆是冰淇淋跟玉米慕斯 咸的东西寿命小吃甜点化 响应计划的20几间咖啡厅 绞尽脑汁研发出了属于自己店的嘉义特条 品尝民众和共同主持店家 都因为店家们对家乡的深刻理解 极倦针而感动 这一次的计划也是集结了这么多 全嘉义的店家是第一次 就会觉得大家真的是真心为了推广嘉义 一起聚集起来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有确定要在说 第一个我就是绞尽脑汁的去烤咖啡店老板 第二个是好 我们产出这个东西之后 客人来后说你那个复杂的心情 我觉得也很棒 目前为止 小陈咖啡实验计划带来很好的回响 许多民众去店中都会特地点嘉义特条品尝 其中也不乏在11月中 就集满所有合作店家印章的民众 负责团队和合作店家都希望能够在未来 再次举办商官活动 因为这是计划合想蛮好的 然后我们也在跟主力店家继续讨论 他能不能从一些别的角度再去切入 然后去更多元的讨论 有没有什么对嘉义风味的更多的想象 11月通常是咖啡店的淡季 透过我们一个这样的合作的行为 能不能让11月热让一点 听到蛮多外地人特别跑来嘉义的 像我们在这一段期间 其实很多人带着地图 然后来要集一张 我觉得它是一个 扰动嘉义经济文化 一个很正向的概念 我刚刚已经盖了第一个张 虽然我喝咖啡平常不太喝的 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活动 我打算试着每一家都去走一走 看一看而且都要点特条是不是 小城咖啡实验计划将在11月底落幕 计划结束后合作店家会自行斟酌 嘉义特条是否成为常驻品项 这次计划不仅是促进嘉义咖啡产业发展 更是让民众能够以入口的角度 去细细品尝自己家乡的这些细碎回忆 中正大学动漫社创立了新的打艺部门 打艺是一种伴随歌曲快速挥舞 荧光棒的舞蹈 最初是从日本演唱会中支持偶像的动作演变而来 如今中正打艺部在每周的社课进行练习 以上台发表演出为目标 希望能在展现自我的同时 让大家更了解打艺文化 中正大学动漫社在上学时创立了新的打艺部门 打艺也称为御宅艺 是一种随歌曲节奏快速挥舞荧光棒 涌光的轨迹创造视觉效果的表演形式 希望藉由打艺部的创立 让大家看见这个文化 会享受冲林打艺部是因为 其实御宅艺这个文化在 就是就连在宅圈里面也是比较小众的 我们有很多圈内人都会表示 其实他的历史是以言传会比较精确 所以我会希望说可以在中正有一个相关的部门 来宣传这个文化 那避免有人跟我一样有兴趣 但是找不到老师 那就不知道从哪里学起 打艺不仅是一种新的表演艺术形式 也有它的历史耐弱和定义分类 更是不同国家文化接触的展现 打艺这个文化呢 算是从以前 就是我们所谓偶像文化的一个分支 就是在我们所谓偶像表演的时候 台下的观众会去做所谓的应援 那这个应援行为呢 被我们称为叫地下艺 那这个地下艺呢 它算是御宅艺的雏形 一开始是不拿影光棒 就是单纯的挥手去做大动作的呈现 大概十年前那时候就是影光棒 开始流行了 它渐渐的开始就是分成了两派 一派叫做所谓地下艺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就是一开始应援用的御宅艺 那之后开始又拿影光棒 所以另外一个叫做光棒艺 那光棒艺和地下艺 这个只是我们中文这边叫的 他日文那边都是叫Otage 由于打艺这种表演 目前还比较不为人知 造成大学中的打艺社团 这场在招募社员上遇到困难 因此 聚集足够多的人数上台表演 是他们的首要目标 打艺就是一个很困难的点 因为即使有在中山的Facebook社团发文 然后可能就是社团联展之后去发文之类的 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风声大雨尖小 那就是每年就很难找到就是我跟你讲的说 可能要三到五个比较可以的集权力这样 大概第一个是能够就是训练出 动作人数可以就是上台发表 像社团联展不是有什么迎新晚会 有什么活一社会上面的表演之类 我们也希望我们东班社可以派出 这样规模的表演可以上去表演给大家看 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自己喜爱的打艺文化 打艺部的不原 今后也会持续在天岸中画出光芒 努力在未来有一天能够站上更大的舞台 中正一报 黄仲凯 黄若馨 中正大学报导 云林县西罗镇早期因贸易关系与笨岗往来频繁 但在两岸断绝关系减少贸易 妈祖没有指示出巡的情况下 如今福星宫再度来到笨岗 会乡近年相隔60年 本次会乡除了参考往年会乡资料外 也透过纪录片的方式 让观众一同见证太平妈会乡的珍贵活动 虎虎太平在线笨岗 2022西罗太平妈祖文化季于 11月11日正式开始绕境 这一次也是睽違60年福星宫再度来到笨岗 与北港朝天宫及新港奉天宫会乡 记者目前位于板头村的宝天宫 可以看到现场气氛是非常热烈 许多乡客都前来共襄盛举 其实就是也知道大概两年多没出门了 所以这是特别的热情 真的很难得 因为我住北部很少看到南部这么热情 很热情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本次祈福会乡路线 与西罗福新宫 圆长敖峰宫 新港奉天宫 及北港朝天宫为主轴 沿途拜访许多友宫 而这次会乡的契机也与圆长敖峰宫大有相关 圆长乡的乡长 它也是我们妈祖的信徒 它其实在两年前就有这样的构想 那太平也有跟他们伴说好 可是那个时候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所以就停止了 刚好今年有这样的一个盛会 五年王的庆典 然后再加上敖峰宫的 妈祖要绕境的庆典 那因此敖峰宫就想要来 邀请西罗福新宫 就共同来促成这样子一个活动 就很兴奋啦 就当然很热闹 鞭炮都放不停 我觉得这样很好 因为疫情那么久了 如果说能够办这样子的话 带动大家整个生活上的乐趣啊 60年前 慧香留给大家的是职本文献 60年后 福新宫希望能透过纪录片的方式 隐藏着宝贵的慧香活动 我们这一次的记录 希望是说 呈现的是这个时代的人 在这场慧香里面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其实也是在用影像来讲 一群人的一种生活模式 只是刚好这种模式叫做 妈祖慧香 太平马祖记录片 预计在明年农历3月23日 马祖新城市公开 除了在庙口 各种小学货以外 也不排除上传影音平台 希望能让更多人 共同见证这段历史 以上是本期的新闻内容 我是主播陈宜秀 近期在中正大学的艺文中心 有举办蓝染展 同学们在闲暇之余 可以去艺文中心欣赏 这项生态与环保并存的工艺 ETV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